很多人都在做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是触犯法律的话 惩罚起来非常严厉 对我们新移民来说 不单只要接受刑事的惩罚 好像外国游客一样 坐完牢之后 罚完之后 他还要驱逐出境 驱选移民局 如果你是外国观光人士来的 B1来的 B2来的 还是F1来的 外国留学生 那你的系统里面 因为你做个指纹被逮捕过 所以这个系统的话 它以前移民局的话 跟那个警察地方是不连线的 而现在连线 现在连了 所以你一单只做完指纹的话 你的指纹会建进一个 所谓NCIC系统 NCIC系统是警察的 全美国的连线的 然后现在的话 管所有的外国人士 叫US-Visit US-Visit跟NCIC的话 在两年以前 已经integrate 已经合并在一起了 所以在美国里面的话 美国领事馆 大使馆的话 你要办签证的时候 他一下子已经知道了 在美国你已经出国试 基本上的话 你在美国在留客的时候 偷过东西 或者是召集过 以后他就以这个理由 来拒绝你 因为你进行一个 违法的行为了 好的 那所以我们这个 在这里居住的华人 以及到美国旅游的 这些华人朋友 就要注意了 不要触犯 这个美国的这个法律 那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段广告 广告回来 再和您继续探讨 美国的这个色情风化罪 华兴保险推出 低宝贝个人健保新计划 福利包括 看医生 拿普通药及名牌药 自由选择医生 个人年度健康检查 终生保障高达400万 20岁女性每月只要39元 50岁男性每月只要87元 华兴保险 626-333-1111 成功 除了有家人的支持 更有国泰银行 作为您强大的后盾 国泰银行 以亲切专介的态度 为您服务 全方位的产品 满足您各项财务需要 助您迎接挑战 把握商机 实现梦想 成功 怎会是必然 成功之选 国泰银行 member FDIC 明阳中外的贵州茅台酒 被誉为国酒茅台 是多年来国宴桌上的指定用酒 独特的酿造工艺 带来了无法超越的传奇 特别推荐15年及30年特级茅台 是小酌与珍藏的商品 茅台的新贵神舟酒 研习了茅台酒的传统工艺 具有纯棉爽口 控杯流香的风格 美国经销商CNS四季酒公司 各大超市有售 Toyota在过去20年销售的汽车中 仍有80%在行驶 现在我们又研发了最先进的全面Star Safety System 成为Toyota每辆新车的标准配备 这种可信赖的品质 从上一代 这一代 到下一代 Toyota 林医师 在产房中看到刚出生的baby 和老婆的微笑 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刻 在治疗不孕症与试管婴儿的路途上 来自每一封家庭的感谢函 与主流社会Star of Resort 最高荣誉的肯定 林秉勋医师与赤管婴儿实验室和五家分部的全体同仁 将为您全心投入圆满您幸福人生 明明赤管婴儿生育医学中心 认识黄先生好几年了 看谁来了 这次也多得他一起筹划呀 请进 这些年来帮他从长计议 小屋般大屋 生意越做越大 其实凡是要做得好 最要紧合拍应和 彼此相符之道 理应如此 富国银行一直与您同行 当您迈步向前的时候 我们与您一起 富国银行齐心同创 富足未来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话题 是美国的色情风化罪 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著名的刑事辩护律师 邓宏律师 邓律师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 主要介绍了在美国的色情风化罪的情况 那么对于我们居住在美国的华人朋友 假如不小心犯了色情风化罪 对他的移民有什么移民申请有什么影响吗 对 尤其是如果是出犯的话 赢媒罪在重罪里面的话 不管是有没有绿卡 他都可能会面临被驱逐出境的 如果是公民的话 他当然可以还是可以留在这边 但是要服三年的劳刑 但是如果这是男的召集罪 女的话是卖淫罪 这类罪的名的成立里面的话 会有三种层次的影响 第一 如果你是办观光签证 B1 B2 F1这类签证过来里面的话 很有可能的话 你的将来要renew的时候 要重新去出境的话 你再也拿不到签证了 毕竟里面的话 你在美国已经触犯了一些回法的 就算我们有一个小姐里面 她就从香港过来的 再回去的时候 她说后来这个案子已经打掉 但是的话就是因为她有个记录 那你在美国的话 是没有做色情按摩 但是你是做按摩了 对 那你在美国非把打工 她也以这个理由拒绝她拒签了 第二个的话 如果你在美国的话 已经正在打停了 而且正在申请绿卡的 这个过程之中 因为你有这个记录里面的话 只有一次的话 她不会以这个理由刁难你 在五年之内的 只有一次封化罪里面的话 移民局还是可以 给你一个例外的考量 但是有两次的话 在一年之下 在五年之内有两期的记录 就算你有绿卡的话 她已经这个人 民众的话 已经变成一个deportable 可以去除处境了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有三次之下 就是基本上的话 就没有办法任何理由留下来的 第二次的时候 以后你基本上她可以申请 如果被驱逐出境以后 的话她有特别的一个原因 我的家人 尤其是美国公民 因为我的驱逐出境 而被受影响的 所以这种的话 还是有救的 但是的话 如果是在申请公民的时候 任何一个犯罪记录里面的话 在申请M400 申请公民的时候 你都不能够按probation 不管是有没有执照做按摩 或者是色情罪的话 只要案子成立的话 他们每一个地方都会要求 有个守行为期 一年到三年 在一年到三年 这个probation期间里面的话 根据移民法 是不允许调整身份的 不允许你申请公民的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或得或小都会影响到的 最重要里面 我们常常说的话 尤其是这个行业里面的话 太多允许在里面了 有的时候你觉得也没有关系 反正的话 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就是客人知道 以后做一些违非的事情 可以多拿一些小费 但是往往一念之差 以后倒霉了起来之后 做的人可能就是警察 但是做完的时候的话 那是钱赚不到 但是从律师费 还有犯罪记录的话 对自己的影响的不好 是 这个其实呢 我们华人 有很多朋友是从事这个按摩 或者是足浴 大部分来说应该 他们都是这个正当的按摩 那您对他们有些什么忠告吗 因为这个毕竟也是 跟顾客的这个身体 有直接的接触 所以有的时候 往往是祸从口出 所以很多时候 就是因为英文不懂 而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话 色情的定义的话 在家族很简单 你只要同意了 提供性服务 有进一步的行动 就可以出声的话 所以往往是 咱们达成什么 agreement 往往就是因为你语言不懂 别人的话就说 这个我给你做extra 40 dollar好不好 很多人的话extra的话 有时候听成的话 我多加一个中好不好 给你40块钱 但是的话 这类案子里边 就是因为语言不懂的情况之下 里边乱答应了 所以有的时候 你一单只做按摩 客人要提出 一提到钱的时候 非常敏感 你就知道 这个是不是 这个卧底 是不是警察 以后或者是 我对不起 以后你不懂的话 你可以找manager过来 他要什么东西 这很重要 千万千万的话 就是不要 因为觉得有点贪恋 觉得反正没有人知道 以后顺便帮一下别人 往往这种情况之下 一单只自己出饭的话 那警察往往的话 就会说不定是卧底 这麻烦的 对对对 您提到这个卧底 对 那么假如他们在这个执法过程当中 没有经过当事人的同意 对 而做了这个录音 那么这个录音可以作为呈堂证供吗 对 这个案子的话 就是说很多在美国我们都知道 你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 你私自录音 这种情形是属于违法的 但是的话 所有的判例显示的话 因为警察的话 他们去卧底进去的时候 他们的安全 因为以前有的案例发生的话 就是说警察身份被暴露了 别人拿起枪将来卧底打死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警察卧底行动一定会有监听器 在听 在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以后 但是的话 有很多警察里面的话 他会录下来 这种的话 在法律的判例里面 是合法的 因为它是安全的情况之下 来使用个窃听证据 但是的话 很多